嗨 那個字念心 心 心 對對對 這些異心比較好念 大家好 我叫彭異心 那為什麼會挑水果 然後我們到底在做什麼的話 今天就跟大家稍微做一下介紹 我是正當國貿系畢業 我是2013年畢業 畢業之後我立刻就入符教育替代役 那運氣很好啦 那個時候符教育替代役的時候 成績還蠻好的 可以優先選志願 那時候200多個人選志願 然後我是倒數第13年可以選 就是我倒數過來是成績還蠻好的 所以我們就被開到啦啦山上面去了 對 那個時候我在啦啦山上 然後接觸到當地的國農 他們在種水蜜桃 然後我們才有今天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講 那其實退伍之後 我並沒有立刻就從這個工作 我還有在財產考人中 會發展中心當了一陣子的顧問師 那我主要負責的也是在做農產品的顧問 我們做的事主要是扶到貨忙去尋找一定的認證 那我們的團隊當然只有我一個人主政 我只是運氣好可以在當地 那發現有這樣的需求 那我去招募了我們這些夥伴來幫助大家 那今天現場有另外一位夥伴 那他在現場 他在這裡 這一位 然後這是我 那其實我們 呃 這一批成員並不是我們這一開始的成員 我們一開始的成員 其實全部都是有替代意組成 那可是 因為 我們一開始就是希望可以做 呃 是一個社會公益的服務 那為什麼會想做水蜜桃呢 其實是因為那個時候在山上 那我們在當地看到說 雖然血蜜桃是高增值價值的水果 但是股東的收益股間是遍地的 他們 我們後來就瞭解 發生說他們的中端售價 跟他們的股東的實體拿到的 價錢大概是三股幣 簡單的說 呃 我們可以換算成說 十塊錢的利潤裡面股東只拿到三塊錢 那這三塊錢還包含他自己的成員在裡面 那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沒有人知道 因為盤商收購那些東西之後 他倒了山下去 他可以重新包裝 那或者說他有家有通路去做 那總之中間是沒有人知道 到底他也是 消費者不會知道說果農是哪裡來的 他的種子方式是怎麼樣 那生產者他也不會太在乎說 他的水果被送來去了 他才把東西種出來就好 那品質的話呢也不用太在乎 因為他們家裡就是這麼低 你種在好也是這麼低的家裡 那我就是用一些比較便宜減便的辦法去做 那農藥可以多濕一點的話 反正東西不要壞掉就好了 那倒客人走上那是另外一個故事 那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在整個這個交易的過程中 照理說在任何一體交易裡面 都是生產者跟消費者 是一個交易的主體 但是在這樣的過程中 就是中間商成為了主體 那生產者不見了 消費者直接面對的是 我們的盤上的部分 我希望做的事情是 我們的團隊 我們提供的是一個服務 我們幫我們的上游跟下游 我們給他們一個是品質跟價值 對於上游我們用合理價格 那我們通的push他們去追求更好的品質 那這些品質我們會直接轉嫁到下游的消費者 而且並且除了那品質之外 我們在出貨過程的把關都會由我們負責 那問題也都 如果中間有任何的問題也都會由我們負責 所以簡單來說 生產者他只要專注於生產好的東西就好了 那消費者的部分他不會去擔心說 這個東西送來會有問題 因為有問題的話我們會幫他解決 那這是我們在做的事情 那可是因為這件事情他非常的需要專業的人 我所謂專業的人 並不是說一定要真的學過行銷或是什麼 他是必須要我對這件事情有熱情 他想去做 但是去年我們做我們在做義務 那在大家會務之後 我們並沒有辦法維持我們這種團隊的運作 所以我們必須要解散所有的人重新去找工作 那也是因為這個關係 那其實在我之前很多的前輩早就已經在做這件事情 卡威蘭不是第一個做這件事情 絕對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但是我們希望說 我們是可以把這個理念一直往下去擴展得難一點 因為過往大家都覺得這個東西應該要做的是NPO Non-profit 但是我們希望要做的是NGO Non-government 差別在哪裡 在於NPO他們是Non-profit 那真的就是志願服務 那這個東西有可能長久嗎 在就是最重要的人 他可能一開始是懷抱熱情來做 但是他必須要養活自己的情況 他可能必須選擇離開 那他雖然不可能 就是他沒有辦法去負擔 他不要離開的情況下 這個組織就會往他擠 所以我們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重新招募這一批成員 然後我們做的事情 我們要把這件事可以長久做下去 哇 你不小心在講那麼久 好 那卡威蘭是一個地名 我們的品牌它的地名 它是泰雅族的語言 它叫卡威蘭 它發音叫卡威蘭 原始的意義是舒適、悠閒、悠哉 那對我們而言 它不只是這個意思 它對我們而言 它是我們自己的品牌 它代表的是開拓者 第一個定居在卡威蘭部落的人 他的名字就叫卡威蘭 就是由他在命令卡威蘭 我們希望從我們開始 我們可以定義說 消費到底是怎麼樣一回事 我們可以定義說 到底品質跟價值的連結在哪裡 那我們在我們設計我們品牌的時候 我們也用到了很多的 不管是顏色還是字型 我們都會希望消費者看到的是 第一個精緻、第二個溫暖 第三個這東西 它就是每天會需要的東西 那誕生的部分的話 就像剛才跟各位說的 就是這樣跟他們替代議 然後認識了 他也不能了解他們的需求 並且決定來做這件事 那當然過程中 趙威蘭的挑戰是很艱辛的 因為我們其實一開始 基本上都是替代議 我們也沒有資源 我們一邊是替代議 一邊是學生 基本上沒有資源做這件事情 我們能做的事情是 我們去拜訪 拜訪比較 對這件事情有 有經驗的前輩 然後請他們教我們怎麼做 所以一開始遭遇到很多困難 那我們運氣很好 是我們有這些前輩 協助下 我們可以走到今天 那我們去年的話 我們差不多賣出了 四千多盒的水平桃 那銷售收益差不多是一百七十萬 那這些收益 是全部我們貴好沒過 我們去年並沒有做引力 那我們同時也有在做複雜品 就是我們有做果醬 那果醬的部分去年 是全部賣完了 那我們去年也有被天下大致 跟上下宇宙新聞報導 那這其實都不是很重要 重點是 我們只是一個小小的團體 我們可以做到這樣的成績 代表說這件事情是需要被做的 所以我們也加上我們跳下來做這件事的決心 那我們想做的事情就是像剛才跟各位說的 我們要把中間的黑幕 我們要把中間的這塊把它拿掉 果農知道消費者 消費者知道果農 但是為什麼他們不會想跳過我們的 因為我們提供的是服務 在餐廳你吃東西的時候 你會知道中間餐廳叫什麼名字 而不是服務生叫什麼名字 從你叫我身上 我們就是那個服務生 那這是我們去年做的國家 那我們現在也有在FLYINB產品募資 那也是因為這一次在FLYIN這關鍵 我們才可以邀請來這邊 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們想做的是 我們今年希望可以有一個實體的店面 我們可以跟大家來做見面 就是我們會在三下 那開始一個據點 這個據點主要做的就是 副產品的部分 我們不會做鮮果 因為從鮮果 把鮮果從山上運到三下的成績太高 我們希望說消費者拿到的成本 是在於水果本身 而不是在於不必要的支出 那我們面對消費者的是 以果汁果醬等等 副產品為主的一個店面 就是希望說讓大家了解到 並不是 因為基本上一年有三成的水蜜桃 要被浪費掉 那所有的水蜜桃都有值得他 在聽消費者見面的機會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來推廣 那這就是剛才跟各位提到說的 正品跟刺激品 刺激品我們都會拿來做我們的實體的店面 那我們的規劃是 我們可以整個實體虛擬的消費市場 那不管是任何的水果農產品 甚至是在地的食材 我們希望再遠的地方都可以像隔壁現在一樣 那最後的話就是 其實我們雖然做的不久 那我們也知道說 我們也只是一隻小小的勝利軍 那前面有很多的前輩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知道他們主造一個困難 那我們也不敢說我們自己會做的比較好 那我希望做的是 就是我們可以至少從這個理念開始 那我們希望不要讓它起滅 謝謝大家